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Talkrove过去一个星期的走势 过去一个星期呢 他在 星期五 在31号的时候 就大涨嘛 然后呢,到今天为止 到昨天为止呢,都是还没有能力 再涨回去他之前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无论如何呢 这个好事就是呢 他已经是形成了 这个HIGHER LOW 这个是LOW 上去回来HIGHER LOW HIGHER LOW是一个 就说他 最少没有 最少已经止掉了 如果你画图的话呢 你就看到我画的这个图 这个下来的时候 上去回来嘛 这个呢就是LOW 这个就是HIGHER LOW 这个就是HIGH 现在我们要等的东西呢 就是说他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HIGH 这个HIGH 形成一个HIGH 这样LOW HIGHER LOW 就是一个底底高 头头高 一个上升趋势啊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观察的地方 看他有没有机会形成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形态 现在呢 他的骨架呢 还是在这条上面 还没有突破这条线 这条线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头马峰的顶部 这个顶部 和这个之前这个顶部 所以他要突破这个 还有机会突破这个HIGH 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地方 如果他有能力突破这个的话呢 这个HIGH的话呢 他的下一个阻力呢 肯定就是这个了 就这个了 这边了 大概是2块8左右 2块8 只要他能够突破这个HIGH 这样2块8就是他下一个阻力 当然如果没有能力突破这个 又跳回来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HIGH 变成一个LOWER HIGH 这个整个形态 上升趋势形态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那时候就要继续观察了 看看他什么时候再形成 之前有讲过嘛 我们只是要操作上升趋势 他都没有上升趋势的话 就暂时忘记他 就继续再观察 要有耐心的去观察 OK 这个就是我对TOKROFT的看法 我们现在呢 只是可以等 等 耐心的等 等他形成confirm这个形态的时候 你才考虑要不要去进场 当然如果有些是比较叫做右侧 左侧的交易者 比较记得 通常他们在这个LOW 当他形成HIGHER LOW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只脚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 把一部分的仓灰加进去了 不是ALL IN 小部分的建长 这边这个位置建长 在突破的时候 再加长 也是有这种操作法 当然更安全的就是 你等到突破这个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没有说对没有说错 因为 只要你follow你的strategies就可以了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不是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like帮我share 要不要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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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